贾可你好 欢迎来到加万 谢谢 首先恭喜你今年荣获了Duke选择大甲 哪里哪里 这个是就是加万世界对我们的一点认同 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这个Duke大甲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们自己有一个比喻 就类似于像奥斯卡突然增加了一个最佳外语便宜 对这个非常的荣幸 是是非常难得第一次 能不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自己和你现在正在厨师的事 我们是叫成都汉森信息公司 然后专注于做跨平台云游戏 也就是说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 能够运行的网络游戏 而且我们比较有特点的就是 我们的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全部都是用Java做的 用Java SE直接开发的 我们在这个上面是自己做了一套引擎 大家知道那个Java在图形UI上面 原生的话是有一些限制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算法上 自己是专门做了一些 也就是说补充和优化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做的产品 就是X幻想的话 能够这一次获得Duke大奖 我们认为还是因为就是Java世界 全球的这种社区的这种高手们 他们认同汉森在通过X幻想表现出来的这种 用Java做网络游戏的这种能力 以及一些创新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向这个全球的Java爱好者可以去表明这一点 就是用Java来做游戏 做网络游戏 甚至是做跨平台的网络游戏 甚至是做跨平台的强打击的网络游戏 在效果上都能做到跟其他的员员一样 OK 没有什么障碍 我知道中国的游戏这个社区发展得非常快 游戏产业发展得非常快 能不能说说你的一个设想和你的一个展望 就是关于整个游戏产业 Java这个技术在中间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一直认为的话 用Java开发网络游戏 Java有非常大的便利之处 因为它的开发瓶颈 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C语言这些比较高 就是说你如果用C语言 还有其他的语言来开发网络游戏 那意味着里面 你如果有六个程序 那你六个程序必须全都是高手 这个的话就直接带来一个成本 而且这些高手的话 都必须要协调工作 如果里面出现了问题 它迭代 还有这种反复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但是Java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在开发的这种模块化上面 还有便利线上面 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就是C语言 第二点的话 因为网络游戏是一个上线之后 我们称之为 才研发了50%的产品 在这个网络游戏领域是这样的 因为上线了之后 根据用户的需求 还会做大量的修改添加 而在这个上面的话 一定会有意向一下 一边再运行一个产品 就跟这个高铁 就是高速的列车 在奔驰的时候 你还要去随时解决 它那个出现的问题 又说它那个车口外面扭钉断了 你不能停车 你必须是爬过去把它给揪下来 而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非常快的精确定位 大家都知道 Java在查巴格这个方面肯定是很便利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开发这样复杂的 大型的网络游戏 在网页上的PC端的 甚至是在移动端的 我们认为在这两个方面 给开发者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的 就是以前很多Java爱好者 甚至很多Java高手 都自己认为用Java来开发网络游戏 这个图形是不行的 因为游戏嘛 那图形表现一定是第一的要求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愿意去想 用Java开发游戏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上面是 用我们自己获奖的这个产品 X幻想来给大家展示 用Java来开发大型的网络游戏 是非常的可以的 而且可以做到在这个游戏领域 最顶尖的级别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想这两种就是差异 它中间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异 明明一种很便利的开发员 能够很高效低成本的去开发一个产品 但是很多从业人员反而还没有这种认识 我想中间是缺了一环 好 您能说说你觉得要提高的是哪方面 我们认为是你不关是这个Flyshe 还有其他的C++语言那些 他们在开发游戏的这个领域中 一般都会有一个或者很多个商业化的或者免费的商业引擎 这种引擎的话 它把UI图形渲染 还有这个就是一些网络模块 是已经封锁好了 而且这个可以做出很好效果的演示啊 demo来 那在这种基础上开发游戏的话 游戏开发者他才会觉得 这个是我可以去做的事 否则我就要去重新去做图形算法 而且还要中这个Java本身已经原生的这个算法中 要去修改替代 这个难度就很高 所以说您的意思是 在Java世界我们希望的就是 不管是这个我们游戏公司 还是有一些自由的开发者 我们也呼吁大家 甚至Oracle公司一起来 这个让世界上多出几个 能够面对所有的Java开发者 免费使用或者说商业使用的 高效的商业的网络游戏 游戏开发引擎 OK 好 我们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摆在那里 那全世界所有的Java爱好者 想去开发游戏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有一个这个引擎 他已经开发了1234567的游戏 那我用那个来开发 一定是有高效的这个结果的 剩下的就是我程序写的好不好 我的策划好不好 我美术只要想做 我就可以做到比较高的地步 这样大家就不会有心理疑虑了 明白 确实 这么大的一个Java的社区 需要同样在游戏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在那个全球社区里面 看到的那种开发游戏的Java引擎 大量的都是非商业化的 而且很少有那种用这些引擎开发出来的成功的商业作品 摆在那个社区 摆在这个市场上让大家介意参照的 现在在市场上开发的很好的Java的网络游戏 仅有的几个全是自己的引擎 是不对外的 包括我们 包括那个之前我们前几届 或Duke讲的 你像Runscap 还有那个就是美国旧金山 就是那个三环公司 他们做的那个就是海盗王 海螺旋骑士一些 他们的引擎 包括我们的引擎 都不是对外商业化的 因为大家知道商业化引擎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做各种封装 便利性文档 所以缺着一个商业化的很好 大家很适合大家使用的一个商业引擎 对对对 OK 好 今天时间有限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这回参加这个Java One 有什么感受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参加Java One 我们觉得这个在中国 能够汇聚起这个1万多人 能够来为Java的事业去这个讨论 然后呢去展望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在中国能够持续的多做几届 我记得2010年已经在北京做了一届 对 然后这一届就更热闹了 我希望再隔三连 在中国再来举行 然后呢我们像Duke讲的话 更多的评选区 评选出中国这边能做出来的好产品 给大家以更好的这种展示 甚至在这个未来的大潮 就是移动大潮中 比如说我们在三连以后 通过各种社区的努力 到时候就有引擎 就是号称是用Java直接编写 编写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发布到Android IOS 以及另外的这种移动平台上面 那我觉得这个 真是Java One 在中国成就的越来越多的表现 OK 好嘞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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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